字幕志愿者 郭文贵 記者 王 李卸 字幕志愿者 郭文貴 郭文贵 郭文貴 如果想去hold 的话 去hold 些什麼股呢 沖完上來 不hold 那些科技股 同樣我都是照推這 economic 圖 只hold 回你調交所 你想穩妥的話 正如之前這樣說 调整下来其实也不会调整得很深 即是港交所的话 就算你的大使不继续冲上去 但是你要预计 你在上的幅度未必很大 可能去到五百一、五百二、五百三 这些水平 你要看一下大使如何 还有它能不能够破得到 因为你的成交其实相对上 他真的开始又多了 对港交所来说 那个表现是有一个憧憬 你另外就是项目公司那些 其实就希望他真真正正 可以有些东西来多些上 你第二上市那些 其实也应该会来 如果那个大使可以真的不调整 而又气氛暢旺一点 我相信其实应该那个IPO又多了 对它来说 就会是一个利好因素 你今天的市况成交 其实你都要挨近1,700亿 你有枕着1,500亿流上 其实对港交所也好 对港股来说 其实是一个相对上 是利好和正面的讯路 暂时就 如果大家真的不想去 追一些科技股 假设如果 星期的话 其实都是要升一些科技股 假设不是 不追一些科技股 而其他那些 你又不追一些科技股 你又不追一些科技股 你真的要很稳固 我也是觉得 你可以追一些科技股 其中一个是说 那些科技股 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追一些2,800 唯有仍然是这样的 所以你高中低风险 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 你追一些科技股 你怕它调整回来 我相信 其实不会调整得太深 譬如说港股上去 要调整下来 你找一个位置 去选择 你可以找到什么位置去选择 我觉得万一它真的不行 而抽不到上去的时候 它要回落 那便可以用450元 如果穿450元 那便会进行短期指示 如果市场 如果真的强 它可以个強 去抽到25,550 或者26,000 这些水平 你只是说得到 只是看它有没有机会 去500元流上去的时候 你便往一找一个位置 去慢慢慢慢 看看它继续上去的时候 你便温周 如果穿了500元,你就用500元 去進行止賺 500元再上去,要上去到500元 然後到500元的水平,要一路一路上去 廣告數是這樣做,其他股都是這樣做 要找位置去買完之後,要找一個位置 去看哪個位置去做一個設定 就在這裏賣房裡搭rael 所以在這裏賣房裡有關 如果不在什麼,要找一個站